台湾宽平通讯TBC复兴上市一案 NCC专案报告也在昨天出炉了 证明其中确实有37名疑似大陆人民 共持有ATTT信托评证0.06% 那么现在朝野立委真的是高分辈的痛批NCC失职 自打嘴巴哦 那么也点名NCC主委石世豪 如果说NCC放行这样子一个状况 那么就会把石世豪呢送到了监察院来谈和 同时呢也认为他应该要下台负责